小伙伴们注意看 新版本更新了 蓝色金珠来到了淡宰岛 所有玩家都在开心快乐地抓蓝色金珠玩耍 但是我要告诉你们 不要再开心了 不要再开心了 因为蓝色金珠来到了淡宰岛 却让我们所有淡宰玩家 永远失去了两个好朋友 你们难道不好奇 它的出现让所有淡宰玩家永远失去的 这两个好朋友究竟是谁吗 首先来看 所有淡宰玩家 永远失去的第一个好朋友 它是大熊猫 如果你还记得淡宰岛的大熊猫 那么请为被删除的他点的赞吧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大熊猫曾经 它出现在淡宰岛的位置 在摩天轮右侧的熊猫乐园中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曾经 和淡大子走进熊猫乐园 和大熊猫在一起快乐地玩耍的时光 是多么的幸福呀 可是 随着新版本淡宰岛的更新 我和学姐发现在淡宰岛摩天轮的右侧 已经没有大熊猫了 它被删除了 对了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淡宰大神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再来看所有淡宰玩家 永远失去的第二个好朋友 他是迪加奥特曼 他为了保护淡宰岛操碎了心 迪加奥特曼没日没夜的 与巴尔坦星人 这只邪恶的怪兽战斗 曾经迪加奥特曼 与巴尔坦星人怪兽战斗的地方 就在淡宰岛的广场中间 大黄蛋雕像的附近 可是这一切 随着新版本淡宰岛的更新 我和学姐发现在淡宰岛广场中间 因为所有淡宰玩家 永远失去了两个好朋友 他们分别是迪加奥特曼和大熊猫 我真的好想念他们呀